中华民国刑法 第一边总则 第十一章时效 第八十条追诉权之时效期间 第一项追诉权 因下列期间内为起诉而消灭 一犯罪重本刑未死刑 无其徒刑或十年以上有其徒刑之罪者 三十年 但发生死亡结果者不在此限 二犯罪重本刑未三年以上十年 未满有其徒刑之罪者 二十年 三犯罪重本刑未一年以上 三年未满有其徒刑之罪者 十年 四犯罪重本刑未一年未满有其徒刑 居易或罚金之罪者 五年 第二项前项其间自犯罪成立之日起算 但犯罪行为有继续之状态者 自行未中了之 日起算 第八十一条 追溯权时效期间之计算 删除 第八十二条 本刑应加减时追溯权时效期间之计算 第一项本刑应加重或减轻者 追溯权之时效期间 仍依本刑计算 第八十三条 追溯权时效之停止 第一项追溯权之时效 应起诉而停止进行 依法应停止侦查或应犯罪行为 人逃逆而 通缉者 一同 第二项前项时效之停止进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其停止原因是为消灭 一 预知公诉不受理判决确定 或应程序上理由终结自诉确定者 二 审判程序依法律之规定 或应被告逃逆而通缉 不能开始或继续 而其期间 已达第八十条 第一项各款锁定期间三分之一者 三 依第一项后段规定停止侦查或通缉 而其期间已达第八十条 第一项各款锁定期间三分之一者 第三项前二项之时效 自停止原因消灭之日起 与停止前已经过之期间 一并计算 第八十四条 行刑权之时效期间 第一项行刑权应下列 其间内未执行而消灭 一 宣告死刑 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四十年 二 宣告三年以上十年未满有期徒刑者 三十年 三 宣告一年以上三年未满有期徒刑者 十五年 四 宣告一年未满有期徒刑 居易或罚经者 七年 第二项前项期间 自裁判确定之日起算 但应保安处分先于刑罚执行者 自保安处 分执行完毕之日起算 第八十五条 行刑权时效之停止 第一项行刑权之时效 应刑之执行而停止进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不能开始或继续 执行时 一 一 依法应停止执行者 二 应受行人逃逆而通气或执行期间脱逃未能继续执行者 三 受行人依法令受拘束自由者 第二项停止原因继续存在之期间 如达于第八十四条第一项各款锁定期间三分之一 这 其停止原因是为消灭 第三项第一项之时效 自停止原因消灭之日起 与停止前已经过之期间 一并计算